你脑子缺一根筋啊 你这个时候去 你让黄自立多尴尬呀 真不知道应该跟你说什么好了 钟晴的死又不是我的错 他干嘛躲着我呀 你没看到今天 那老姨子给我轰出来了 他连句话都没有 我觉得他躲着你不是怠慢你 一定是钟家的事把他缠住了 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吗 你现在跟他结婚 你想好了要跟他一起 共同地面对所有的压力 共同赡养这一老一小吗 共同赡养一老一小 凭什么呀 不 妈 你怎么想到这些了